台东县农业处和中卫发展中心共同举办的 台东食材友善餐厅的征选活动 第二波实际走访行程来到了第二天 评审委员走进东海岸的各个入选餐厅 持续为民众进行把关 评审委员走进位在东海岸的鲨鱼黑帮餐厅的厨房 仔细观察餐厅厨房的环境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委托中卫发展中心 举行台东食材友善餐厅征选活动 目前第二阶段的餐厅实地走访行程 进入第二天 评审委员到访东海岸的入选餐厅进行实地评估 并针对餐厅的问题给予商家建议 人机没有很大 但是还是可以的话就再算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你们的地方 打扫得很干净 电力也很干净 但是就是说有水滋 对 水要把它弄掉 所以需要它弄完之后 参与评审的餐厅表示 有了标章的认证就是种肯定 针对评审委员的意见 也会积极地做改善 参加这样的品鉴 对餐厅最大的帮助是哪一些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 第一当然就是打响知名度 然后再来就是把握我们的餐厅的食材 新鲜的食材 好吃的料理 可以推销出去给广大的游客民众知道 那也很感谢我们县府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们每年都很乐意的去参与 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做餐的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卫生问题 那也很感谢说我们的这些评审委员老师会过来帮我们做指导 然后教我们去做改善 然后让游客他们来这边就是相对的会有更安心的来使用我们的餐 实地审查的作业也即将告一段落 在经过综合评估过后 将会颁赠获选店家奖章以及奖金 记者陈静玲 陈公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